不過圓筆相信會是大家最常用的書寫工具 目前市面上的中性筆大多是以水性墨水作為主要原料 而圓珠筆使用的則是油性的墨水 看似水火不容的兩種產物 卻衍生出一種叫中油筆的東西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它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同妹 根據杜娘的介紹 中油筆是中性圓珠筆和油性圓珠筆的中和產物 它的油墨黏度接近中性筆 而實際上是一種低黏度的油性圓珠筆 它的出現不是因為開發者無聊和純粹的圈錢 而是希望將中性筆和圓珠筆兩者的優點集成 實現書寫流暢 寫後速乾 油墨耐用等多個特點 來來來 弹幕翻一下 你們覺得世界上第一支中油筆是由哪個品牌發明的呢? 目前網絡上的說法不一 有的說是三菱 也有人說的是櫻花 如果有小夥伴知道的話 不妨在評論區給我們科普 所謂中油筆 其實無論是血感還是原料 都無限接近於圓珠筆 只是中油筆中添加了乳化劑和分散劑 避免了圓珠筆油墨過年而出墨不夠順暢的必備 也由於油墨年稠度高於中性筆 因此不會出現斷墨及逆流的情況 據說一年不蓋筆帽都能夠一筆書寫 那麼中油筆是否真的怎麼神奇呢? 我們赤巨資購入了幾款代表性中油筆 幫大家試試水 特別說明一下哈 由於中油筆與圓珠筆的各項特徵都十分相似 因此接下來的幾款產品 我們不會將油墨耐用性、速乾性和順滑度作為考核的標準 而是從阻尼感 也就是說斜感是否接近於中性筆 還有出細程度、出墨情況、顯色度等多個方面入手測試 另外有部分的品牌為產品請名字 或是執意成中文的時候就有可能叫它做圓珠筆 所以咱們也沒必要幹哈 巴馬與工作室Lando的合作款書寫工具 無論是從宣傳的側重點還是產品本身而言 都不可否認 別冷這款筆的外觀設計高於自身書寫性能 而當我拿上手書寫之後 嗯...卻是如此 外觀設計就必必多說了 低重心、減震、極具線條感和扁平化的底身 加上簡約的性冷淡風 幾乎沒人能拒絕它吧 關於油墨 官方宣稱採用了新科技墨水 有很強的耐水和耐光性 重寫感和觸摸情況來看 同媒認為與普通的圓珠筆無異 連續打圈畫圓時有比較明顯的非白現象 雖然顯色已經比普通圓珠筆要黑 但是對比自家的JJ25 嗯...還是差點意思 我手上這一款是0.7mm的 對比於同規格的圓珠筆 它確實是細一些 0.5mm規格就會更加細了 可能這就是它接近中性筆的一大特征吧 適合寫字手禁較大的朋友使用 如果寫字較輕的話 則會過於順滑 難以控制 三菱的這支黑科技 XXN1000 是這支產品裡面身價最高的 果然人民幣玩家就是少很多煩惱啊 方方面面都做得比較到位了 這支筆也是一位三菱學生 點贊投幣收藏 啊啊不不不不不 是三好學生 好冷好軟好重 冷是因為後端的筆桿做了金屬拉絲處理 哎呀這大冷天碰一下 還是會打個冷戰 筆握處的AlphaGel新特軟材料 有效抑制長期握筆的疲勞感 無論握得多大力都還是覺得很軟 啊這Q彈的感覺 整體的設計是黑科技直男風 做工到位 嗯...對的新價格 油握已經非常接近中性筆的顯色效果 連續書寫和畫圈圈 筆記也沒有出現明顯的空洞 出細度和斑馬的冰冷相仿 0.7mm的出細其實很難 和中性筆的書寫感相提並論 同妹認為書寫感還是過滑 且筆聲略重 寫久了會覺得不受控 三菱的SXN157X 很顯然是SXN1000的低配版 全身塑料和純黑外觀設計 無疑讓它成為了剩價筆之選 想試時中有筆的朋友可以入手嘗試一下 主力感和顯色度比SXN1000稍微遜色一些 但是三菱的油墨真的是有益手 根據官方介紹 這款筆的油墨具有防水和耐光性 對比之下 寫感跟圓珠筆沒有什麼太大區別 對比於其他中油筆 書寫略粗 但三菱的字季顏色會更加飽滿 罰超的時候用它 寫得快還不心疼墨水 重要的是 有兼容的中性比T星可以互換呀 接下來的這款說實在的 我確實是被它的鹽所吸引的 先想買個殼之後再換個新也不錯 沒想到上手後居然有不少驚喜 谷口松熊 谷 谷 哎呀真的好難讀哦 你們看字幕吧 與派通的合作款 筆桿印有日本傳統染色技法 友禪當中手繪的和風圖案 但我沒買到最好看的月兔款 哭了 目前為止 這是阻尼桿最接近中性比的一款中油筆 出墨的感覺很微妙 出戲也是跟中性比無太大區別 就像是在水性油墨中添加了少許的粘稠劑 中性比變色了 要說有什麼缺點的話 那就是在換書書寫的時候 會有少許寂寞現象 顯色度的話還是不如三菱牆 不建議在正式考試時使用 日本文具的幾大巨頭都推出了中油筆 當然也少了百樂吧吧 百樂的這款ACRO圓柱筆 各方面都中規中矩 外觀就像一支普普通通的圓柱筆 在接口處換了一點點小心思 做了一個凹槽設計 筆握處沒有軟膠 而且筆桿較細 所以不適合長期書寫 官方表示 這款筆採用了新開發的低年度油性墨頁 年度約為普通油墨的五分之一 通過了混合潤滑劑來降低筆尖的摩擦阻力 提升書寫的流暢度 嗯 這麼說來 主擬桿桿是不存在的了 也就是相對於圓珠筆 它會順滑很多 而對比於中性筆 它就過於順滑了 可能是乳化劑的添加 同樣存在筆記空洞的問題 通用文具的中油筆也是全黑的外觀 看起來十分務實 筆式上印有high break in 即混合油墨 自身重量很輕 書寫時需要飛點進 斜桿跟圓珠筆基本相似 其他的選手們很多都存在過於順滑的問題 而它就相反 阻力感極強 應該是沒有添加多少乳化劑 當然了防水不陰墨才是它的賣點 想追求中性筆書寫手感的話 嗯 還是不要嘗試了 最後來個總結 中油筆的出現本來就是為了 中和中性筆和圓珠筆的優點 優化成一個更優秀的種類 我認為如果品牌過度的追求順滑度 使中油筆毫無阻力感的話 其實並沒有實現它們最初的目標 中油筆仍然具備極大的發展潛力 那各大廠商們你們覺得呢 還有同妹覺得中油筆好像並不太適合中文書寫 用於寫英文和數字等一些筆畫 簡單的字體會更好看 細節過多的話筆就不太好控制啦 怎麼樣 以上的中油筆有種草的嗎 還是說你們有更好的案例 評論區等你們來討論哦 我是看完B三聯的同妹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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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見